喂? 你好 诶 师傅 诶 诶 感谢师傅 师傅 爸爸看一个2010来的男孩说虎的 2010年男孩说虎的 对 想看什么讲吧 他现在还不会说话 几岁了 六岁 2010年说虎的是吧 你等等啊 我看看他什么来 你等等我看看他什么来历 我告诉你啊 你别介意啊 台上看到的东西我都实事求是告诉你的 感谢师傅 上辈子是个狗啊 啊? 上辈子是个狗啊 哦 就会叫 他现在不会讲话 并不是代表他没声音 他会叫的 呜呜呜呜呜呜讲 对 对 对 听不懂啊 嗯 我告诉你啊 他这辈子投胎投到人 但是他上辈子的业障没有还清啊 哦 你现在至少给他念八百张小王子看看能不能讲话 我已经十月给他念一千张了 嗯 赶快念啊 哦 好的师傅 还有啊 嗯 你叫他要放声啊 给他放了差不多有两万块钱条鱼 两万块钱条鱼 到底两万块还是两万条 是两万条哟 喂 喂 说话了 喂 师傅我听得见 哎 要两万条鱼 哦 好的 我知道了 听得懂 听得懂 还有你们家里不要供其他的东西啊 嗯 家里其他的什么神啊 哎 一些小的鬼啊 仙啊 都暂时仙不要供啊 没有供啊 师傅 没有供了 没有供怎么会有的 小孩子 不会讲话 不是博台上 不会讲话的时候 你们去找过巫婆 找过什么 什么仙人 嗯 嗯 对的 是 师傅会看不出来的 听得懂了 听得懂 师傅 现在不要再供了 还有小孩子的床 床头上 还有床尾上 当时人家叫他画的符 放的什么东西 有没有了 再拿掉 以前我学地道法门的时候 有一个西方法师在那个佛堂里前面挂了一个什么 好了 还要讲啊 嗯 你要记住了 观世音菩萨是不信这些东西的 听得懂了不 知道了师傅 接着错了 错了 你们早点认识太太太 早点小孩子都早就会讲话了 六岁这么大了还不会讲话 你想想看以后怎么上课啊 你们不害死自己啊 正法不学 到处找巫婆 我这次在新西兰一个 一个人 你看看看 看图腾的 那被巫婆控制呢 骗了五十几万呢 最后还给他下杠头呢 浑身都是毛病呢 心脏都搭桥了呢 好几个 好几个他过去的 跟他一样的人 最后都死掉了呢 现在轮到他了呢 哎好人不要找啊 正法不要找啊 我讲话你听得懂了 听得懂 师傅递得错了 你就好好的相信观世音菩萨 好好念大悲众 心经礼佛 然后好好地念小房子就好了嘛 放生许愿念经 三大法法多好了 是的师傅 是的 是的 师傅爹得破了 爹得没有好好修 没有智慧 又没有智慧 又想投机取巧 这个世界能投机取巧的 我讲话听得懂吗 听得懂师傅 要没出息啊 花了不少钱 吃了不少药 听人家都好的 就是观世音菩萨的话不听 师傅 我们家以前是捕鱼的 在海边 哎哟 你看看看 他父亲是上船的 你看看看 好了 这个就大问题了 现在还捕不了 现在没有了 现在好多年 十几年前捕鱼的 因为我们住在海边 啊有业障了 怪不得的 他是一个 他这个小孩子是个狗 投胎的 是一个很高的一个猎犬 嗯 好了 是的 师傅他以前 几个月的时候 他会说一句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就是菩萨在保佑他了 嗯嗯 你帮他捏金了 你帮他捏了多少张小房子了 大概五六百张有了 我又给他许愿一千张 嗯 大概两千张他可以讲话了 嗯 感恩师傅 记得一定好好念 嗯 小男孩啊 男孩师傅 我看看啊 算了算了 我去你求过观世心菩萨了 两千张小房子 赶快把他念掉 简单的话很快就会讲了 好了 哦感恩师傅太好了 你们不要再乱搞了 不要再去找巫婆了 好的师傅 咬了命了 真的是 好的师傅 弟的一定好好给孩子念 好了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